身心障礙者專屬的帕林匹克運動會 7號在巴西禮樂登場 中豪隊這次有13名選手 參加田徑 建立 射箭 桌球 柔道 網球等6個項目 另外由於被認定大規模使用禁藥 遭到帕運全面競賽的俄羅斯 8號在莫斯科自行舉辦運動會 讓帕運國手還是有上場比賽的機會 為了防止難民偷渡潮 英國7號宣布將出資1900萬英鎊 約8億台幣在法國北部城市加萊 建造長達1公里高4公尺的圍牆 預計今年年底完工 加萊位在英法海底隧道的入口附近 是非法移民偷渡到英國的跳板 目前估計住了上萬難民 但批評者指出長城無法解決根本問題 只會逼難民用更危險的方式偷渡 蘋果公司7號舉行2016秋季發表會 最新手機iPhone7 首度將台灣列入第一波銷售市場 不過除了各種功能升級之外 取消耳機孔 預設使用無線耳機的設計 引發正反兩極評論 發表會的另一大重點 則是遊戲市場 第一款超級馬力手機遊戲 將在蘋果的線上商城搶先發布 而風靡全球的精靈寶可夢GO 也即將提供智慧手錶Apple Watch版本